今年的5月6日,对于英国的查尔斯三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他终于要正式成为英国国王了。 曾经那个在母亲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上,给予了很多尽头的小男孩,终于在74岁的时候当上了国王。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据悉,当时的小查尔斯是不开心的,因为理发师把他的头发剪得太短,还涂上了最可怕的粘稠的东西,发辣。 时过境迁,现在的查尔斯可以完全说得算了,不用再被摆布了,那么他的盛大仪式上会有怎样的安排呢? 当地时间2月26日,英国报纸公布了即将举行的加冕礼上的新安排。 首先,查尔斯将打破已经延续了900年的规矩,邀请其他国家的君主或是王室成员,到现场观看加冕礼。 按理说,这样隆重的事情,是需要远方的朋友来庆祝的,但英国方面的规定是,加冕礼是神圣的仪式,旨在成为君主在他的民众面前,与上帝进行亲密交流。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称,查尔斯是以外交的名义打破规矩的,邀请约旦国王、文莱苏丹、阿曼苏丹以及斯堪的内维亚的王室,他们都是查尔斯的朋友,这将是一种很好的软实力外交手段。 而另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则是表示说,与曾经的加冕礼相比,查尔斯加冕礼的宾客名单更接近王室婚礼的宾客名单。 据悉,查尔斯邀请他国君主参加加冕礼这件事,一直都处于保密的状态。 但就在今年1月,摩内阁亲王阿尔贝二世不小心给说破了,他说自己和妻子夏琳王妃正在等待来自英国的邀请。 除了他国君主之外,重要宾客名单中的另一些人也很难被忽略,他们就是卡米拉的五个孙辈们。 据报道称,卡米拉家的五个十几岁的孩子将和乔治小王子、夏洛特公主以及路易小王子并肩站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们将占据较为中心的位置,可谓是闪亮灯场。 多年来,卡米拉的五个孙辈几乎从不出现在聚光灯下,所以这真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因为当天她会被加冕为王后,卡米拉希望孙辈们能见证自己的光辉时刻。 卡米拉有15岁的孙女罗拉和13岁的孙子弗雷迪,14岁的外孙女伊丽莎,以及13岁的双胞胎外孙子路易和古斯。 其中,伊丽莎被委以过重任,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婚礼上担任花童,当时的她还不满三岁,在那之后就很少公开露面了。 国王和王后热衷于让他们参与进来,以承认他们与这些青少年的关系有多亲密,并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混合家庭的生活现实, 消息人士这样说道,如果说卡米拉的五个孙辈加入,是体现王室包容性的一部分,那么让乔治小王子担任更重要的角色,则是王室面向未来的表现。 尽管年幼的查尔斯在母亲的加冕礼上,只是出镜而已,但现在查尔斯迫切地希望,长孙乔治可以在加冕礼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他的这个想法已经跟乔治的父母协商过了,威廉凯特基本同意,但也提出了要求,需要给乔治找一个不会被过度曝光的角色。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现在越来越甜,当地时间2月25日,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观看威尔士和英格兰的橄榄球比赛,凯特当天的造型风格大变,难得穿得这么有少女感。 这身红白配色的铅鸟格大衣,比一般的黑白配色的铅鸟格更加减零。 凯特王妃在2018年的时候就穿过这件衣服,虽然是旧衣新穿,却依然很惊艳。 看惯了凯特现在几乎都是纯色系的造型,这样很鲜艳的色系,确实让凯特变得更加迷人了。 来自Katherine Walker的红白铅鸟格大衣,凯特内搭了很保暖的高领毛衣,这样又保暖又显气质的造型, 也是很适合我们普通人平时穿。 双排扣的设计显得更加俏皮,如今查尔斯国王的加冕典礼也正在精心准备中, 而卡米拉王后将在加冕典礼上大出风头,最近似乎有些抢了凯特的风头了。 但是在王室这么多年的凯特,也算是经历了各种事情, 所以她依然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坚持做最真实的自己。 在比赛现场,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这次又秀恩爱了, 前两天在英国电影学院颁奖典礼上,凯特和威廉的暗戳戳秀恩爱确实比之前大胆了很多。 之前女王在世的时候,凯特和威廉一起出席活动, 两人之间几乎都不会有过多的亲密动作, 而不会像梅根哈里那样浪漫的像是拍摄偶像剧, 凯特一直都保持着很保守的形象和言行。 而这次,威廉的红色围巾和红色领带, 和凯特王妃的红白大衣正好可以呼应, 两人穿衣服都这么甜蜜。 红白格纹大衣和黑色搭配,还真是不容易出错, 凯特这次穿得这么有少女感, 也是让人看到了她在造型上愿意有改变了, 之前很多造型都被吐槽过于单调,没有创新性。 凯特现在对各种风格的驾驭能力提升了不少, 前几天的这身白色纱裙,其实也是多年前的穿过的礼服裙, 凯特依然演绎出了很少女的风格。 而凯特这样看起来很轻盈的身材, 让仙气飘飘的感觉更加迷人。 凯特穿上奢华的礼服裙确实很有贵族气质, 而日常的营业中,一些大衣或者是西装造型, 也确实很经典,女王去世后, 凯特和威廉就承担着更大的职责了。 虽然梅根哈里时不时也总是捣乱一下, 却扰乱不了凯特的内心。 清心感十足的千鸟格大衣, 仙女气质的白色纱裙, 凯特在穿衣打扮上,真是很节省了。 之前的旧衣服完全不是穿过一次就不穿, 重复利用单品, 西班牙王后莱地奇亚和凯特王妃都有着同样的理念, 之前穿过的衣服依然可以重新拿出来。 而最近苏妃王妃也开始出访公务, 这几天先后抵达特克斯、凯克斯群岛、巴哈玛, 时尚度引起网友关注, 比如粉色衬衫配粉色碎花裙, 一身全粉色造型把人嫩到了, 还毫无为何感。 作为标准的六五后, 苏妃王妃也是年过半百的女人了, 然而她的时尚却一直引领同龄人, 最新造型穿一件丝绸衬衫, 脖子里佩戴十字架吊坠项链很精致, 双手抱着一篮鲜花笑容灿烂, 这一身粉嫩打扮给人满满的高级美, 看来时髦真的不分年龄, 只要有一颗爱美的心, 穿什么都迷人。 但粉色丝绸面料丝滑又彰显高级感, 下身配粉色半身裙, 碎花图案增添温柔美。 苏妃王妃坐在椅子上很是出众, 人群中一抹粉色毫无为何感, 看来粉色真的让人气色好, 这也是英国三王妃喜欢粉色的原因之一吧。 全粉色的连衣裙穿在身上更显嫩, 英国国王的弟媳妇年轻时虽然也犯过错, 但是走入低谷后兢兢业业为王室服务, 获得女王婆婆生前认可, 她们一家四口更是得到大伯哥的关照, 不是王后圣寺王后, 人气可比准王后卡米拉高多了呀。 由于粉色系列的单品很多, 苏妃也穿过不同款式的粉红出镜, 感觉还是新造型, 最温柔还不失高级感。 她昔日参加王室婚礼, 一件粉红色连衣裙手拿精致手包是很靓丽, 却没有淡粉色显嫩, 像这样靓丽的颜色, 备受大龄女性喜欢, 主要是在年轻的时候穿惯了黑白灰, 即将步入老年时就喜欢显嫩的颜色了。 据悉, 苏妃夫妇出访公务好几天了, 她也是换了一件衣服又一件衣服, 粉嫩的造型把人嫩到, 小白裙造型也轻心减零, 裙子的款式简约大方, 无灵口设计很知性, 脖子里解开一个扭扣很是随意, 半袖的款式很凉爽优。 三王子爱德华与妻子一起出访, 两人穿着情侣色, 清爽的白色百搭又减零。 苏妃王妃这件小白裙, 不挑年龄也不挑身份, 一件休闲款谁都可以穿, 即使是武林家的女人照样适合, 毕竟时髦不止属于年轻人, 大龄女性也有美的权利。 裙装的打扮尽显温柔气质, 换上T恤与裤装也不失气场。 苏妃王妃穿着白色的T恤出镜, 下身配军绿色休闲裤, 一身白绿配脚踩小白鞋, 太有活力感了, 比旁边的工作人员显嫩多了, 这可是苏妃王妃的私服打扮, 烂大街的T恤裤装穿在她身上居然这么好看。 58岁苏妃王妃新照, 丝绸衬衫配碎花裙, 一身粉色打扮把人嫩到, 她参观动物园时换裤装, 简约打扮就像隔壁家的阿姨, 但是贵气藏不住, 人群中还是很出众, 毕竟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小儿媳, 贵气早已融入身体里了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